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江浩姨 你这个人渣居然利用我 难道你安排我去陪子彤就是为了和林渊约会吗 怎么可能 我冤枉啊 我们是偶遇 偶遇 偶遇个屁 我跟子彤看得清清楚楚 林渊眼睛红红的 像是刚刚哭过 你老实交代 到底怎么回事 林渊啊 其实有个事情我一直挺好奇的 怎么从来没有听你提起过你的父亲呢 其实林渊 你不用这么自卑的 我早就看出来了 你们家是单亲家庭 你妈妈独自抚养你很辛苦 那你父亲呢 一点都不管你们嘛 比如 抚养费总是要出来吧 你家现在这经济状况 难道说她从来就没回来看过你 怎么了 怎么了 什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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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啊 不知道怎么了 不知道怎么了 原以为 我可以用激将法 让她跟我说出她的心结 然后 我对症下药就可以帮到她 谁知道 完全没有效果 想让她自己说出来 根本没可能 事情就是这样 我可是一片好意啊 真的是这样吗 当然 我以人格担保 林渊 她太可怜了 我说呢 原来林渊是单亲家庭 刚刚在店门口看到的 原来是她的弟弟和妹妹 江好姨这家伙还对她说那种话 也太出人伤口了 她这么早 就承担起抚养弟妹的责任 真不容易 喂 帮我放下来再聊啊 算了 这次的事情就过去了 既然是偶然碰到 她又那么需要帮忙 我们就不追究了 毕竟大家都是同学 是吧 子腾 可是下次 你要是再撒谎 我可饶不了你 不会了 不会了 好姨 那就拜托你帮帮林渊吧 有什么需要随时告诉我 没问题 就放心交给我 就放心交给我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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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